大家好 我們是無為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這次APEX的第十一季 是迎來我們的新地圖風暴點 這張圖的感想之前多多少少有在雜談中去提到 對於第十一季還有以後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這次地圖非常的大 影片會非常長 但是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會一一對地圖的每個跳點做這個分析與推薦 那在開始介紹風暴點各跳點之前 我們先講一些對於地圖必須要知道的事情 首先各跳點的推薦度 最終決定權還是在自己身上 我這邊只提供我自己的看法 像是航線與各個隊伍的打法 或是那場敵人的弱點 都會去影響你最終跳拿 那除了敵人與航線因素之外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合成塔與偵察塔 這把合成台加強的非常誇張 基本上只有合成台就是三個籃甲加不缺子彈 所以此地圖的合成台是一個非常影響跳點優先順序的存在 再來就是偵察塔 偵察塔老樣子 但是這張圖偵察塔又更加重要 因為這張圖的擺給位居多 而且地圖非常之大 所以可以擁有下圈情報的隊伍可以獲得一定的優勢 而且這張圖可以利用合成台與多數的野區野獸去獲得資源 不太需要與對方交戰搶資源 就可以補足打尾圈的裝備 那以上這些都會去影響當局跳點的推薦程度 等等的影片就是一些我對於跳點的看法與推薦 各位在打的時候 記得再加上以上的因素去做判定 那就可以讓你成為風暴點王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吧 這次的地圖風暴點 因為地圖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的順序由下方開始 然後是左上方最後是右上方 那地圖都會額外再標記給大家看在哪 就不用擔心迷路 一開始是我們的漁場 漁場推薦度高 這個位置資源偏閃 就算遭遇敵人跳在同一區 因為進攻路線上擺給位非常多 也很難推進 非常的好撤離 也很安全 視野遼闊 也可能有合成台 而且這邊飛龍蠻多的 湊湊配件啊 進化甲的傷害都很棒 重點是 如果這裡沒有人的狀況 收完裝備之後 可以利用附近的兩個發射台 對醉劍點與發射平台 可以進行快速的黃雀 如果喜歡打架的隊伍 可以跳這邊推推 加力戰 這就是俗稱的黃雀點 推薦度中低 什麼是黃雀點呢 就是點上資源偏少 但是好收集 如果你發現漁場與醉劍點跳超過兩組以上 就可以跳這邊準備進行黃雀 不行到醉劍點的距離很短 漁場則是可以直接使用發射台 發射平台 發射平台推薦度中高 支援非常多 整個點非常大 很多地方可以搜尋 特點就是中央的高台上面一定會有狙擊槍 就跟世界邊緣的試煉與奧林匹斯的太陽能矩陣一樣 固定出狙擊槍 不管是尾圈還是一開始佔據到 都非常的強 這個點點被打退也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撤退 落點之後與敵人的距離也不會太近 蠻適合練習落地戰的地方 但是打完之後要小心各方來的黃雀 天線 推薦度中高 基本上這張圖有非常多這種大點就不多解釋了 跟發射平台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大點資源多 但是天線要小心下面的超大白給我也不要掉下去了 在天線打架的時候小心側腦 一樣打出側隊點多 小心別人包上來 最見點 推薦中上 中上的原因是因為資源集中好收集 但是資源就中等量設一個隊伍 那如果隊伍跳後段你們可以跳前段進行落地戰 沒人的話收裝王可以前往天線或是晴雨表黃雀 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最見點後段有點邪 會有點小頭暈要注意 如果資源還是不夠 後面的野怪野區可以打一打 晴雨表 推薦度中上 這邊跟天線發射平台一樣道理 但是晴雨表的中央高台位置非常的好 跟發射平台狙擊台一樣猛 那晴雨表有分三層 打高低差要非常注意 如果沒辦法贏就趕快來撤離 這邊撤離也非常容易 所以要打晴雨表的話 隊伍陣型也蠻重要 有天機線 機器人愛許都會很吃香 撤隊的話附近野獸區也很多 就不用太擔心資源 侏羅紀公園 推薦度超低 幹垃圾點 看起來很像是致敬侏羅紀公園的地方 這邊資源超少 列獸超級多 而且門口很容易被卡 槽長的比我霸分頭還高 很難打 地點也全都是白給位 打列獸的性價比遠遠低於蜘蛛與飛龍 打了還被其他組黃雀 路過就好要爛地方 不過旁邊的倉庫可以跳 勉強養一組 天然洞穴 推薦度高 天然洞穴的話 承接著風暴點的習慣 就是落地戰鬥片好打 敵人距離遠 附近也都好跑 資源非常豐富 有兩個蜘蛛洞 那這邊要額外推薦一個跳點 蜘蛛洞 這個地方推薦度終極高 這裡下去就是三藍甲以上 絕對有槍 如果拿手榴彈 可以把蜘蛛染全部打爆 把蜘蛛引在一起一次炸開 聚肥胖 然後打完之後 就可以黃雀天然洞穴或是模仿 絕對有很大的優勢 那如果天然洞穴沒人 還可以核配件核電 直接滿裝 但是要注意 蜘蛛洞有人的話 落地戰很吃運氣 就看你怎麼選 魔法 推薦度一樣極高 魔法中間的四個補給項 高機率開出指甲 而且魔法超級超級肥資源非常多 但是每次都跳三到四組 所以要小心看自身技術去決定 那如果只有一兩組就放心下去打吧 為什麼 因為模仿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附近沒有黃雀點可以過來 模仿本身有一二樓 可以很好的防禦那些想來黃雀的敵人 那模仿附近有非常非常多的野獸點與野區 就不一一介紹 只能說打獵獸真的滿消耗資源的 獲得的也不多 就看大家記得打法去決定 北部平台 推薦度中等 這個平台的構造跟發射平台一樣 但是中間上面的高台是沒有巨槍的 而且資源量偏中低 不太好收 補給箱都離很遠 也離其他點非常遠也不好黃雀 記錄點 推薦度中下 這個地方高低差非常嚴重 記錄點上面的資源偏少 如果資源太少可以收附近野區 但是距離都還滿遠的 而且擺給位多 那在這個地方打落地站不太好打 比較吃角色 但是附近野區多打打野還算可以 帳壁 推薦度高 這邊野區非常非常多 而且資源都是集中一塊地 只是整個帳壁非常大就適合 可能一次會跳很多組 帳壁內部非常肥 也非常好防守 入口沒有幾個 初四也可以馬上用發射台跳走 算是一個好點 美中不足的就是出去外面的 四間房間的路上都是擺給位 需要一些傳送角 不然一定被鎖賴 不過還是好點 推推 地形也簡單好打 瀑布墜落 推薦度超低 資源太過密集 很難打落地站 資源也偏少 而且坡度很大 高地差也蠻多的 也是很失角色的地方 不太建議 不過沒人跳的話 可以跳 快速收中央可以打指揮中心 但是距離也是蠻遠的 這點蠻差的 不太建議 指揮中心 推薦度中下 這邊通常會跳非常非常多組 很容易被四面夾擊 物資非常的閃 又蠻大的 不過這個地方是蠻多地方的必經之地 在這邊蹲人也是不錯的選擇 這邊有Apex最深的洞可以玩 可以在那邊上上下下的 蠻好玩的 而且四個洞跟打地鼠一樣 那上層樓外面的野區也不錯 收 也有蜘蛛 挺棒 可以當黃雀點 高點 推薦度高 這邊資源非常集中 也都是防型 附近也有非常多的野區野怪 落地站也好打 重點是什麼 這邊有這張圖唯一的跳塔 而且他的氣球比較大 在這邊收完裝之後 可以用跳塔快速飛走 節奏蠻快的 推推 避雷針推薦度超高 避雷針的缺點就是避雷針太吵了 我整天都以為有人在跳發射塔 這設計超爛 但是避雷針的地形非常好收裝 裝備量也非常好 落地站也很好打 算是高點的加強板 也有發射台 但是這邊要小心很容易摔死 而且避雷針還有一個我打擊分 除了蜘蛛洞之外很愛的戰術 避雷針右下方有個加薩走廊 可以整條收滿滿 超匪超多資源 到中段可以右轉雷霆守望 那邊高機率會有合成台 而且加薩走廊跟避雷針都有發射台可以跳 不用用走的 整個就是一條龍服務 讚 雷霆守望推薦度高 這邊算小小一間 但是幾乎沒什麼人跳 但其實裡面蠻肥的 而且有偵察塔跟合成台超棒 這邊也是非常好的黃雀點 可以快速黃雀避雷針 高點風暴捕手 算是一個好點 推推 而且可以很快就收完 風暴捕手推薦度高 左右都可以跳 不過美中不足的就是 上去的方式都只有繩子 死亡率蠻高的 偵察塔與合成台出現的機率也都很高 風暴捕手到後期的位置非常的強 基本上圈如果說在這邊站上去就對了 視野非常廣闊 可以打擊附近近鏡圈的組別 如果可以帶上長弓或是電人步槍就更好了 兩邊也有發射台可以迅速逃離 或是拉繩到別的地方對方就難以追擊 反之自己要追擊就得承擔拉繩子的風險 那風暴捕的介紹到這邊就結束了 老實說這張圖雖然很大 但是點都可以藉由發射台或是三叉級快速到達 所以會讓人有種幹 黃雀怎麼跟王者峽谷一樣快的感覺 但其實這張圖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大量的練習落地戰 不會像是世界邊緣或是王者奧林 落地就是臉貼臉的在前面 這張圖的各跳點的資源都蠻分散 都有防止可以練習攻防 老實說我這個人不是很愛打落地戰 我一直都覺得那很吃運氣 但是風暴點的落點反而讓我愛上了那種打落地的感覺 而且很多地方打不贏 可以馬上逃跑不會搞得附近都是人 就算逃跑之後也可以藉由野區野怪刷回資源 這張圖個人猜想以後應該是跟世界邊緣一起輪替當比賽圖 官方也說要在下次補丁中放入更多的掩體以及剪裁地圖 蠻期待這張圖未來的發展 那這次的介紹如果不夠詳細也很抱歉 因為這張圖的野區實在太多太多 而且有的根本沒有名字 就直接將他們歸類到大典去了 媽的他跳上我叫你爸爸 幹你娘真假的 在這次的剪輯上我們也有將地圖位置放進去 讓更多新手知道這些地方在哪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是吳唯一感謝大家觀看 我們下次見 哇操 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了 中文字幕作 популяр